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在最新的iOS15上面 如何利用捷径来换你的充电声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有做过一样的影片了 只是那个时候是iOS14的界面 那这一次在iOS15里面捷径有一些改动 所以我们要用最新的界面来看一下 如何更改你的充电声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设定吧 首先先到网络上面去找到 你想要设成充电声的音效 然后我们用iPhone的萤幕录制的方式把它录下来 假设今天这是一部网络上面的音效的影片 然后想要把它用萤幕录制录下来的话 在开始播放之前我打开控制中心 就是这边往下滑 然后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圆点 然后点下去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圆点的话 要到设定的控制中心里面 来把萤幕录制的功能加进来 那现在我们按下去 它就会倒数三秒钟 这个时候开始播放你的影片 然后记得要有声音哦 录完之后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按停止萤幕录制 那这个时候它会存成一部新的影片到你的相簿里面 然后你可以先到相簿里面先去把它剪成你想要的长段 例如说这是我们今天萤幕录制的影片嘛 我就按编辑 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去控制它的开头跟结尾 就是把空白的地方删掉 完成之后呢按一下右下角的完成 然后选择将影片储存为新的剪辑片段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利用捷径这个APP 来把这个影片转成我们要的充电声 那捷径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的话呢 它有点像是iPhone上面的百宝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APP也是内建的 所以每个人的手机上面是一定有这个APP的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 就到桌面的最后一页这个APP资料库来搜寻 找到之后呢我们把它打开 捷径在这里 打开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在这里 捷径名称我们就帮它命个名 例如说 例如说我帮它命名为影片转音效 然后这个捷径呢写完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所以之后如果你想要再设的话就比较方便 那现在呢我们就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然后在搜寻栏这边呢我们就打最新 然后下面呢会有个选项叫做取得最新的影片 点这个选项 然后这个动作呢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接着我们要新增第二个动作 那就是点下面的搜寻栏 这次呢我们搜寻编码 然后选这个编码媒体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编码最新的影片 然后点一下右边的这个箭头 它就会出现一个选单 然后这个警线音讯呢我们就把它打开 接着呢我们要新增第三个步骤 一样呢我们按下面的这个搜寻栏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打数字的64 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BASE64编码点下去 然后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个以BASE64编码以编码的媒体 这样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下角有一个播放键 点下去 然后接着大家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乱码的视窗 我们把它放大就是按一下这边这个放大键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分享键 然后下面会出现这个分享选单嘛 然后我们按这个拷贝 按拷贝 拷贝完成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视窗关起来了 接着呢我们把它关闭就按这个XX 然后接着呢我们到下面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自动化 在这里 自动化呢右上角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这个加号 然后选择这个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然后我们往下滑去找到电池 这边有一个充电器的选项 点这个充电器 然后按下一步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刚才转好档的这个音效的乱码呢 把它设成我们的充电声 所以现在呢我们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然后在搜寻栏的部分呢我们打文字 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文字的选项 点下去 然后在文字的框框这边呢我们点一下 然后按贴上 它就会贴上我们刚才复制的代码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完成 接着呢我们要新增第二个动作 按一下下面的搜寻栏 这次呢我们搜寻数字的64 然后会有一个base64编码 点下去 然后大家会看到这边有第二个步骤嘛 就是以base64编码文字 然后编码的地方是蓝色的对不对 我们点下去 然后会跑出一个选单 我们这边选解码 它就会变成以base64解码文字 那第二个步骤就完成了 接着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再按一次下面的搜寻栏 搜寻栏 搜寻栏这边呢我们打播放声音 播放声音这边我们点下去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 来试看看播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要的音效 确认播出来声音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然后这边呢执行前先询问把它关起来 然后选不询问 接着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现在设定完毕 大家可以直接连充电器 看看它会发出声音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 如果你以后要换充电声的话 就不用再重新写捷径了 我来教大家如何换充电声 就是你一样去荧幕录制一部影片 录制完毕之后呢 我们进到捷径里面来找到 我们刚才写完的这个影片转音效的捷径 然后按右上角三个点点 进来这个画面之后呢 一样按右边的这个播放键 播放键按下去 它就会跑出一串代码嘛 然后一样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呢 一样按这个分享选单 然后按下面的拷贝 拷贝完毕之后呢 按一下完成 这边 接着我们把它关起来 然后我们再到下面的自动化 这边 然后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 在你的手机已连接电源时的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按右边的这个箭头 然后在执行这边呢 我们点进去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文字的框框呢 是我们旧的音效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全选 就是点击文字的随便一个地方 然后选这个全选的选项 然后接着我们直接贴上 就是覆盖上去我们新的这个代码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完成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试着播放看看 确认这个是新的音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 然后按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就可以换成新的充电声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停用这个充电声的话呢 你就进到这个自动化这边 然后去找到这个 在你的手机已连接电源时 点进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 启用词自动化的操作把它关起来 然后再按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这个充电声就会停用了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直接把这个选项 整个删掉的话呢 你就往左滑 这边有一个删除 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换充电声的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换成功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另外呢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要学的iPhone啊 iOS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